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博军一销正式结绑 肖战身陷粉丝风波 王一博却做这件事 博军一销正式完结 肖战身陷粉丝争议 王一博却身陷其中 大家最近都在关注肖战的事情 虽然这件事和肖战关系不大 但是对肖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无论是他自己的影视作品还是代言等等 他都太猥琐了 以至于圈内很多人要么批评他 要么指责他 他经历了太多 从流量小声到被拳王抵制 以至于平时大家都关注 肖战走红期间 有一些和他关系很好的人支持吗 尽管这件事已经发生很久了 但肖战本人却没有丝毫反应 但昨天肖战的社交账号头像立刻就黑了 当时这样的行为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不过工作室当时也表示该账号已被盗 其实从很多方面就可以看出 这对肖战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 肖战未来的发展之路也将十分艰难 事实上 球迷之所以能引发这样的事情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伯军一笑的进化 自从两人合作这部电视剧陈情令以来 双方粉丝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如果不是为了他自己 据了解 在星光奖颁奖典礼上 陈情令凭借该片斩获三项大奖 并王一博获得2023年度最佳男主角奖 但肖战却缺席 引发争议在王一博和肖战的粉丝中 许多人表示肖战比王一博 这一言论进一步加深了 王一博和肖战粉丝之间的矛盾 这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肖战其实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当看到他们之前的关系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都觉得这个时候 最需要王一博的支持 但这段时间 王一博不仅不为肖战说话 反而一直忙于自己的事业 最近他非常高调的复工拍戏有匪 也时常得到一些支持 真的是对比非常明显了 很多人认为王一博的做法有点错误 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直接回应 但我们仍然需要给予鼓励和支持 毕竟这只是粉丝之间的战争 而偶像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样的表现时 很多人都无法接受 王一博粉丝控不过CP粉热争议 是不是有病 我看到这样的争论 总觉得有些无聊又有趣 毕竟 追星也是一门独特的学问 充满了激情和独特的理解 CP粉们为了自己的偶像 不惜和其他粉丝斗智斗勇 看来是真心实意为了偶像们好啊 但是 过度的争斗和攻击就显得有些病了 毕竟 各位偶像也是希望自己的粉丝们 相互友好 和平相处 共同为他们努力奋斗的 而他们的竞争和争斗 也未必能够给自己的偶像 带来真正的帮助和正面影响 作为一个作家 我总是希望能够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无论是肖战还是王一博 他们都有自己的光芒和魅力 都值得拥有自己独特粉丝的支持和喜爱 但是 偶像之间的争斗和对立 是否真的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呢 或许 我们可以试着理解对方的喜好 尊重每一个偶像的独特魅力 也尊重每一个粉丝的情感和热爱 毕竟 追星不仅仅是为了偶像的光芒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共鸣 或许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美好和和谐 也许我们可以用更理性和包容的态度 来面对这样的争议 毕竟 每一个偶像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一位粉丝也都值得被尊重和理解 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或许才是更美好的选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